12月3日的文化与创作产业新闻发布会 由国际作者作曲家联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办 安永事务所第一次对全球文化与创作产业进行数量化衡量 2015年的总营业额达2万2千亿美元 创造了3000万人的就业机会 主办方国际作者作曲家联盟西萨克 汇集了全世界120个国家的400万创作家 涵盖了包括电视 电影 电台 音乐 艺术演出 文学等11个领域 促进文化与创作产业 不仅需要文化的自由表达 还要健全维护艺术家权益的体制 近期中国签署了新的保护创作人的条约 是很积极的信号 尽管目前中国在版权制度上和欧美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非常新鲜 新鲜的法随基金 而是一種人的法律的法律 而是7,8億美元 這就是人的信息 我認為中國是30億美元 所以,中國是20億美元 你會看到一個人的國家 一個人的經濟 一個人的經濟 是1% 甚至少0.5%的所有的法律在世界上 这就没办法 有必要的拘捕 所以它是重要的 让中国的法律继续在这种拘捕 新唐人记者仁靖 凡尚法国法律报道